在捷安箱的部分则是以乡公所等办公场所为主要的消毒区域 乡软游淑珍表示说工部门会加强防疫宣导及消毒喷药作业 不过也请民众务必要配合各项防疫措施和规定 才可以建构安全无余的生活环境来防堵肺炎疫情在花莲发生 捷安箱公所清洁队27号上午同步展开了环境消毒作业 在捷安箱的部分是以乡公所开始扩大到周边等各个公务机关办公场域 还有大型的卖场社区活动中心等人潮聚集的地方来展开消毒喷药 在捷安箱里面我们市信宜居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公园洽工环境 或者是学校以及我们的公共设施的这些周遭 还有我们这个公部门的公务体系洽工的环境的周遭 我们都来进行这个消毒工作 尤其是针对于比较密集式的我们的这个出入的空间 涵盖了我们13所的学校以及我们的超市大型卖场 还有我们的各项的一个洽工的环境 都是我们必须要来作为防护的 那当然我们一直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密集式的也都在做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配合到我们花莲县政府的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内容 来成立我们防疫的消毒大队 把我们之前做的更为增进的扎实的精实的来做好我们防疫的工作 我们相信13乡镇的配合来跟着我们县政府的工作一起来执行 不管去到哪一个角落哪个地方 我们都能够保障到相信最好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的生活网 吉安县长游淑珍表示 公部门会加强防疫宣导及消毒配药作业 不过也必须请民众确实配合各项防疫措施还有规定 才可以建构安全无余的生活环境 防堵肺炎疫情在花莲发生 介续会前一项报道